新鮮,我是新鮮 泰国曼谷著名观光景点四面幅附近 惊天一爆,不只泰国媒体大篇幅报道 也引发世界各国媒体关注 NHK的取材班 爆发是万国中心部的外国人観光客 也在外国人観光客的沙拉湾 在沙拉湾的附近 在沙拉湾上的複数遗体 日本HK电视台第一时间以爆炸当时惊人场景作为背景报道 甚至直击爆炸之后 曼谷街头成了一片狼藉 死者沉湿街头被摆布简单覆盖 而香港媒体也直击爆炸当下行人争相躲避的画面 而CNN记者也直言 这次爆炸事件发生在曼谷最著名的观光区 恐怕就是针对外国人来 一向以最友善城市文明的旅游胜地泰国 如今成了炸弹客下手目标 不管动机违和短时间之内 恐怕都已经重创曼谷的观光经济 记者中央报道